各位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在缅北的同盟军最新的一个战况 人们都说战争之中百姓的命真的是如草芥 老街虽然现在还没有被攻克 但是老街在街上陆续出现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倒闭的这些贫民 现在都集中到城外一点的公路边进行了集中的火葬 这个场面太惨了 我们在当地的华侨拍摄了这样的这个情景 我们先说说同盟军这边官方的消息 同盟军官方宣布对这个老街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制高点四面佛进行了总攻 四面佛阵地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 这个四面佛阵基本上都是老街东城可以俯瞰老街的东城 12月4号的这个同盟军各作战分队仍然保持着攻势 各条战线都能按照军委的部署稳步推进 是同盟军的军委 米洋来的武装除了利用空中的优势战斗机采取少量的反扑之外 并没有大规模的持员部队进入国杆 12月3号上午10点 同盟军对米洋来武装盘踞的四面佛据点推进 10点30分左右开始交火 这是我们的华侨拍摄的那个情景 本来说的 这就是脸的 脸的 一定要进行 所以这是我们的华侠 两人有运行的 我再想表现 我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你不要 你不想表现 你们有适合 我最爱 由于该据点攻势坚固 顽敌较多 双方从上午激战到下午 到了傍晚18点 同盟军的指挥员下令停止进攻 调整战术以便再战 在12月4号上午8点左右 同盟军再次对四面佛的据点 发起了进攻 截止到发稿的时候 双方依然在激战当中 老街以北的西山区小街乡一带 同盟军仍在搜索青角 从拱掌及其他地区 溃逃的免来武装残部 激战仍在进行中 现在四面佛还没有攻下来 一手难攻 我觉得围困倒是一个好方法 这个围困的上面弹尽粮绝 那个对了 那边那个可以空头是吧 明昂来可以空头 但是空头的话 再在树林里面减点 这个健康式的防空导弹 应该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是吧 一直在打 在这个同盟军啊 青角三大延山的据点时呢 缴获了这个军事物资弹药枪支一批 那么今天老街的情况怎么样呢 老街的情况呢 我们的华侨是在稍早的时候 拍摄了一下老街的情况 朋友们 今天呢是阿里亚三明 12月4日了 直播又开始给你们更新作品了 很多人呢 都说东城已经是被攻占了 已经打到东城了 已经进来了 主播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老街东城 东福明镇这里啊 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福利来了 因为东城呢 因为老是走这边拍接拍的话 都会拍到福利来 福利来呢 都是一个坐标性的平补吧 你们有没有听到飞机响声呢 是现在主播在给你们拍视频 现在呢 飞机都是一直特别 没想啊 刚刚这个是战斗机啊 战斗机飞的 忘记了 大炮给裸着了 看到没有 历来呢 应该是还在正常演业 然后就只是增加了一些 防护的一些措施而已啊 那这个飞机响得好近啊 感觉好害怕 就恐怕他把这个炮弹给扔歪了 扔到我的旁边来 这里呢 是林华村旁啊 林华村旁 东城的地标新进驻呢 也就是东福明镜这里 还有皇家立华 进攻一号 还有这个就是福利来啊 地标新的 这个视频呢 是早上 嗯 就是 差不多 应该是属于中午了 12点多啊 那时候拍的 主播从这里过去呢 一会儿带你们去看一下那边 昨天不是你们看到了死人吗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边的话怎么样处理死人的啊 这边呢 就是马上到这个是 嗯 这里呢 是就是 处理死人的地方啊 烧死人的阴影 那个大大黑阴的地方啊 到不死都表人家 我想这个这个冒黑 烧黑的地方都是烧死人的地方啊 很多人呢 就是在街上死那些好 就是被抬来这里 嗯 集体焚烧了啊 有没有感觉很害怕的啊 刚才那个炮弹 我感觉 落的地方离我们不是很远啊 到处都是 车窗的有点正啊 这边呢是烧垃圾啊 那那边漫黑呢 地方是烧死人的啊 战争之中人命真的如草芥一样是吧 哎 因为说这个华侨只是简直是用生命在拍摄呀 他为什么不逃呢 个人有个人的原因吧 这个我们就不好揣测了是吧 再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啊 瓦邦 瓦邦呢 现在呢 竟然发文要求中国的公安协助通缉中国的三个反诈的博主 哎 你们说瓦邦怎么回事 瓦邦大家还记得吧 在这个同盟军起兵之初啊 瓦邦提前交出了他的一个副司令 说这副司令就是电诈的保护伞 而这三个中国的博主呢 反诈的博主呢 说你瓦邦整个的都是电诈的保护伞 你交出一个副司令 那叫丢居宝帅 是吧 你现在瓦邦这次我也不知道这个出了多大的力啊 给同盟军出了多大的力还是说坐山观虎洞来着是吧 其实缅北这一块啊 以后啊 也是个怎么说呢啊 也是个麻烦事 你看现在啊 那个谁 就是彭建的女婿啊 什么白明贤啊 白贤明啊 是吧 人家保持中立 按兵不动 瓦邦呢 瓦邦这边呢啊 也是各怀鬼胎 是吧 同盟军等到把这个明杨来啊 给打出去以后他们之间是不是在怎么划分呢 这个势力啊 还得需要一个统一的华人主政的这么一个政权啊 才有利啊 对不对 是不是 再说吧 打完招再说吧 是吧 这个瓦邦啊 现在啊 是要求中国啊 司法委把内地的三个五个还是反大的主播给通缉了 理由呢 说他编排瓦邦的谣言 散布不实的消息 抹黑与内地的关系 要求内地的警察协查 说这个瓦邦这也太猖狂太牛了吧 亏心事做多了呀 害怕被点名了呀 是吧 但是呢 这位叫老徐的博主 刚刚发视频回应瓦邦 揭露瓦邦这么多年 就是电炸的大保护伞 靠着汲取中国的资金盘起家的 你们就是搞搞电炸起家的 怎么着 你还想通缉我 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写的啊 确实有这个啊 这叫瓦邦司法工作委员会的韩建 这个瓦司法韩2023年041号协查韩 云南普洱市公安局 近段时间以来 我邦在各大网络平台发现三名中国籍的人员 网名为汪某人四川岸心老徐江湖故事 在各网络平台频繁发布虚假恶意信息 瓦邦司法委针对三人展开调查工作 第一经调查以上三人以前是曾经从事电信诈骗行业 之后返回中国 第二个恶意在各网络平台发布不实的虚假消息 有意抹黑瓦邦及破坏我邦与中方的友谊关系 第三据我方了解调查 他们多次收受电信诈骗网络公司的钱 通过虚拟币转优方式与各诈骗团伙进行各种交易 帮助电信诈骗网络公司提供隐瞒及负能量宣传等信息 四他们所谓的网络平台曝光电信诈骗窝点 其实是给诈骗团伙提前转移的机会 方便还存有侥幸心理的部分不法人员及公司提前知道 我方的抓捕行动 以及我方在摸牌调查实施抓捕过程中 带来功亏一篑的效果 根据双边司法会谈纪要的相关精神 特请贵局协助调查以上三人具体线索 及恶意虚假宣传情况 及时制止类似恶意网络宣传的活动 并将结果回函我方为谢 此函11月27号 点名了三个中国的反诈的博主 那位说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反正看着中国警方现在的态度呢 可能中国警方没搭理他 是吧 那这三个博主啊 说指控马帮是整个的电诈的大后台 大保护伞 是吧 这个事情 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聊 点个订阅 多谢